一个时代的变迁 往往可以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上 看到它的变化 就拿百姓餐桌常见的土豆来说吧 它曾经作为一些山区群众的主食 现在却成了都市人们喜爱的风味小吃 为了吃上这样一份地道的风味小吃 这五位年轻人是专程从十公里外的地方赶过来的 位于汇川区茅草铺 一家美式城里的这个小店 是他们常来的地方 他们口中的洋芋巴巴就是用土豆做成的 这个学名叫马铃薯的物种 是在十七世纪开始引入中国的 十九世纪中叶已经在贵州广泛种植 一度成了山区高海拔地区人们的主食 改革开放后 随着市场经济的作用 土豆也在人们味觉里呈现出多元化的吃法 如今已经和土豆打了二十三年交道的江源林夫妇 每天都在赶时间对土豆进行加工制作 赶点的生意是一刻不能耽误 因为他们家里一百多斤土豆制作的最佳时机 就是烫手的温度 土豆经过街皮煮熟搅碎一系列的步骤 洋芋巴巴的备料就算完成 扎出来的洋芋巴巴 外焦内软 咬起来是又酥又软 难怪深受食客们的喜爱 有人调侃 孙毅的洋芋巴巴并不孤独 与他同在的还有豆腐 作为最小吃界的最佳搭档 他们每天都一同在油锅里 经受着爱的考验 洋芋巴巴与豆腐园子有机搭配在一起 那可是彰显遵义人美食智慧的一种吃法 一百多年前 贵阳以豆腐作坊老板琢磨出把豆腐做成圆子 如今他终于在遵义 找到了合适的美食伴侣了 上层的酸汤豆腐加点水和葱花 倒拌捏炸四道工序 看似简单的食材制作起来却一点不能马虎 纯手工的制作平的就是手感和经验 原子下锅豆香四溢 用漏勺及时拨动 使其外皮受热均匀 豆腐炸至金黄即可捞出 高温让鸡蛋大小的原子表面 产生了像鸟巢般的细小孔洞和铅丝 炸后的豆腐原子色泽金黄 外层香酥里层柔嫩 家破在辣椒里蘸一蘸 一扫油炸食物的油腻感 还另外增加了丰富的口感 在遵义 大多数小吃都必须有辣椒的搭配才够玩 对于洋芋八瓦豆腐原子来说也是如此 这画龙点睛般的辣椒佐料 每家小吃店都有自己独特的配方 我们海椒主要是从夏日这边买的海椒 做的这种海椒是有辣的又不辣的两种 相对黄黄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花生面 海椒切到很多香料 来配置而成 吃起它才有口感 它不辣也不辣 吃起它也很好吃 辣椒香整个东西的吃起香 像我们这边没辣椒的感觉吃得不好一样 无辣不欢了 来 来 来 洋芋八把豆腐原子 配上辣椒面 花生碎 葱花 折耳根 咀嚼之间 树种调料香溶的浓郁香气与滋味 层次分明 吃上一口就停不下来 它的培尿吧 培尿中 最主要是培尿中 人家吃的是它的海椒 因为那我炸了大厨椒面 海椒的豆腐原子的话 我主要是选择 让豆腐比较嫩 然后炸起来味道 我觉得走到卡锅都看到 是吧 作为一个正义人 应该说是 只要有洋芋八把 和豆腐的话 就晓得是正义人 对不对 然后只有外地人来 这样了哈 一来我就肯定是带他吃洋芋八把 带他吃豆腐原子 如今 杨与八把豆腐原子 已成为尊义的一张小吃名片 他们承载着尊义人的智慧 尊义人的味道 在一次次变身中 都创新出令人蛰伏的美食佳话 次叛非 只声 杨与八把豆花变 羊羽的爸爸便捷有 便捷有